汪小菲在和大S离婚后 感情世界依旧相当精彩 也备受大家关注 在去年两人闹得沸沸扬扬的生活 沸风波中 她才终于认爱张盈盈 没想到现在汪张恋 似乎已掰胎 爆出疑似有了新欢 汪小菲4月初被搞没拍到 和身价32亿的拿渡千金 庄思敏约会 期间汪小菲还对她强调 自己是单身 似乎有意交往 虽然当时庄思敏强调 两人只是因为工作而聚餐 她还开直播喊冤 曾经自己不是汪小菲的新女友 而且被拍当晚 并没有跟汪小菲两人独处 都是一群人行动 不明白为何只有她莫名被传绯闻 她更请朋友帮忙介绍对象 希望自己可以在三个月内成功脱单 不过据新浪新闻报道 庄思敏最近居然改扣 她在直播中表明对汪小菲有好感 不排除有进一步接触的可能 章岚也透露庄小姐为马六计带货 究竟两元最后有没有可能发展成情侣 大家都已经做好准备吃瓜了